不存一丝火苗的山谷中 徒泽梁中纳诺和熊霸等人 都围在谢静玄和秦烈的身旁 神情疑惑的看着这二人 他们并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也不确定弑魂兽有没有被炼死毁灭 所以个个神色沉重 梁中吩咐 班红 你检查一下弑魂兽的本体 看看又无异常 班红和三明 恢复了一些精神和灵力的三罗殿战将 把灵区取出 来到弑魂兽本体旁边 切开弑魂兽的脑壳 开始认真检查起来 班上过后 班红杨生说 梁先生 弑魂兽已经死透了 被雷轰烂了脑袋 一点生命波动都没了 也不见他的主魂 不知是不是逃了 梁中暗暗点头 小姐昨天说过 那头弑魂兽放弃了破戒之路 所以就算他逃顿出去 也无法再给各个城市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大家明显都松了口气 纳诺紧绷的神经也松懈下来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他望了望弑魂兽的尸体 又看向谢静玄和秦丽二人 他们俩应该没事吧 谢静玄忽然睁开眼 或没事 一圈圈乌光 从他身上乌鳞甲中释放 那覆盖在他肩膀腰腹双腿上的灵甲 一片片脱离他的身子 一一飞入他的戒指内消失 无灵甲退去 一身黑色贴身浸装的他 身子显得曼妙动人 将那张正颖面具收起 那张精美的脸略显苍白 却让他平添一分 楚楚动人的艳丽 他看向秦烈 语气有些不确定的说 试魂兽的主魂应该被练死了 秦烈应该要进阶到开元净了 他处在开辟园府的重要阶段 一旦园府在丹田内行成 他就能够醒来 开元净 众人目露一光 都望向秦烈 暗暗撑起呀 谢静玄吩咐一句 徒泽卓倩 你们两个看着他 不要让人在这时候打扰到他 你们也不要大声说话 说着话他站起身来 班侯 你们将试魂兽本体身上的灵财取走 他这三只眼睛和兽盒 要留意一点 一定不能破损了 大人放心 班侯脸色一息 忙带着森罗殿重战将 手持戾气 在试魂兽身上活动着 小姐 试魂兽主魂真练死了 他没有迫切成功吧 这时候梁忠和谢静玄呢 已经稍稍啊远离众人 说话声音放低 图泽纳诺等人也就听不见了 谢静玄明眸闪烁 我不确定 等他醒来了 我要好好问问他 试魂兽有没有真正被炼死 只有他才知道 小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 谢静玄皱着眉脸色有些不耐烦 梁忠啊 于是不敢再问下去了 却说那勤烈的世界中 渺渺丹田灵海内部 灵力如厚厚乳白色的云棉 缭绕遍布在每一个角落 苍茫灵海的中央 一条条青幽闪电 凝结交织着 伴随着霹雳雷鸣 正在形成一个依托灵海的存在 但又相对于独立的小天地远辅 丝丝缕缕的雷电如灵蛇 如扭动着的蚯蚓 从外部涌入丹田灵海 不断注入那逐渐形成的原府内部 化为结实的避障 真正存在的小空间 以灵力为基础 以雷电能量为核心的小洞天 渐渐的 初始不稳定的小洞天 越来越坚实 在灵海内慢慢的构建成形 秦力的精神意识 也溢入丹田灵海内 从始至终观察着那原府的凝现 慢慢聚集 一点点的形成 他知道炼体镜和开原镜本质上的区别 要从炼体镜跨入开原镜 必须要在丹田灵海 开辟原府一个小洞天 第一个原府的形成 就意味着开原成功了 意味着寄身了开原界 开原镜突破 就好比是茫茫海洋中 修建一个小洞天 凝聚成个小岛 一个小陆地 形成一个依托海洋而存在的独立小天地 原府呢 就是丹田灵海内的一个小洞天 原府可以储藏不同于灵力的能量 灵力是天地灵气凝聚 精烈而成 为世间根本力量 通过特殊的灵觉 原力可以转化 演变成为各种不同的力量 比如什么火焰之力啊 寒冰之力 精锐之力 厚土之力等等能量 这些能量虽然和灵力不同 但舞者能通过特殊的灵觉修炼 来将灵力转化成这些能量 供舞者们呢 将灵觉的威力真正释放出来 从而大大提升 舞者的战斗力 灵力的这种特性 也让舞者的灵觉 千奇百怪 让他们的战斗方式 华丽神奇 形成许多独有的流派 雄霸修炼的火焰之力 炎子谦的寒冰之力 涂则的星云之力 都是通过特殊的灵觉 由灵力进行转化而成 都具有不同的特性 能形成不同的威力和效果 那一般而言呢 炼体精的舞者与人交战的时候 都是根据灵觉的特点 在攻击中将灵力转化 形成火力 寒冰之力 星云之力 开圆镜舞者不一样 他们在丹田领海之中 都会开辟出圆斧 圆斧能专门储存 有别于灵力的能量 这个境界的舞者呀 在平日修炼的时候 就能将灵力转化为特殊能量 把它储藏在圆斧之中 对敌的时候 灵局一动 圆斧内的特殊能量 会立刻喷涌而出 不需要以灵力二次转化 这能够大幅度提升的 舞者战力 圆斧完全依赖舞者的 丹田领海而成 但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洞天 它是炼体镜和开圆镜 舞者本质上的区别 清幽电光凝结着 秦烈丹田领海内的圆斧 光芒灿灿 结构越来越牢固严密 最终彻底的凝成 秦烈身体啊 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雷哄 在徒则啄欠惊叫之际 他终于睁开眼睛 眼中雷电缠绕 让他的眼神射人至极 果然是近期开源了 徒则和卓倩都走过来 只看了一眼 两个人就笑了 真心为秦烈高兴啊 秦烈耳畔雷轰之音不止 震得他头晕目眩 好半赏他才恢复过来 然后才真正看清徒则等人 秦烈微微一笑 屠大哥 倩姐 康志 浊亲一脸关切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先别急着回答 好好感受一下 看看是不是还好 秦烈旋即又闭上眼 他感受着身体状况 忽然发现 他的经脉 似乎变得精亮精亮的 如附着一条条细小闪电 血肉骨骼之中 也有闪电雷霆的波动存在 甚至五脏六腑中 都能传出雷电气息来 秦烈心中大喜啊 这是天雷圣体的初始阶段啊 他又尝试着运转天雷级 念头一动 一股精准狂暴的雷电之力啊 突然从丹田领海内的 原浮涌现出来 这狂暴的雷霆之力啊 并没有流入 连接丹田领海的经脉 而是神奇的 直接进入他浑身翘穴内 从他一身翘穴中 汇入体内的每一条 亮晶晶的经脉当中 力量一收 那些翘穴内的雷电之力 又能重回丹田领海内的原浮 这股雷电能量的进出 和那领力的流动 走的竟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 他睁开眼睛就问 我原浮内的雷电之力 直接通过翘穴流动 出使并不是由连接领海的经脉贯穿 这会不会有问题啊 此言一出 徒泽 卓茜都是面面相去 两人眉头伸索 我不太清楚 我原浮内的星光能量 都是和灵力会合在一起 通过丹田领海周边的 连接经脉贯通全身 和他的情况 这似乎不太一样啊 卓茜也说 我和徒泽一样 秦烈脸色就是一变呢 我这不会修炼出岔子了吧 在这时候 远处忽然传来 谢静玄的清冷声 不同的灵觉 有着不同的特点 不是每个人 原浮内的力量流动方式 都完全一致 开原初期 就需要开辟三个原浮 开原浮中期 要再开辟三个原浮 开原浮后期 还要开辟三个 一个开原浮巅峰武者 丹田领海内 总共要有九个原浮 九个原浮的存在 会让武者修炼 灵觉凝成的特殊力量 变得雄厚澎湃 能够随意地动用 发起猛烈的攻击 每个原浮都能储藏 有别于灵力的力量 一个武者 如果只修炼一种特殊灵觉 他就算是达到 开原浮巅峰之境 拥有九个原浮 那么他所有原浮中的能量 都是一种 如果一个武者 修炼了两种 甚至三种四种灵觉 那么他的每个原浮之中 就有两种三种四种 不同的能量 但是每一个原浮之中 只能存在一种能量 不然将会相互冲突 令武者瞬间重创 暴铁而亡也有可能 谢静玄骑着玄冥兽 一边解释 一边走了过来 理论上来说 一名武者可以修炼 九种不同的灵觉 持有九种不同的能量 每一个原浮 都可以储存一种特殊能量 根据灵觉的特点 许多罕见能量 进出原浮的方式也不一样 有的人眼睛能够连通原浮 有的人心脏可以连接 还有人灵魂直接连接的 他在秦烈身前停下 坐在玄冥兽身上低头 看着秦烈 你俏学连接原浮 很正常 他说话的时候 纳诺雄霸 图泽 灼 这一类出入开源境的武者 都认真专注地倾听 然后露出若有所悟的表情 秦烈听完之后 心中释然 咧嘴道了声谢 你跟我来 我有话要和你单独说 谢静玄往玄冥兽头部位置挪了挪 然后示意秦烈坐上来 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 秦烈脸色哑然 然后淡淡一笑 乖乖的跳上了玄冥兽 小胖子康志 瞇着小黄豆眼啊 一脸欠扁的见笑 哎 你说那谢静玄和秦烈 什么关系啊 他好像挺看重秦烈的啊 你说这两个人之间 会不会啊 有点啥 他会不会跟乡中秦烈了 哎 你还别说啊 秦烈这小子虽然比我差了点 那模样啊 也算是顺了 那指不定就对了那女人胃口啊 卓倩娇笑一声 比你差了点 你是指体型对吧 嗯 你这方面的确厉害一点 徒则楚鹏 韩风都比不过你 在我们当中 你绝对是重量级的 楚鹏捏了捏 康是腰间的肥肉 康智啊 这方面啊 你是厉害 最近这又长了一圈吧 康智的笑容忽然尴尬起来 应该是秦烈在斩杀试魂兽方面帮到他了 卓倩远远望去低声说 巡查寺的人都经历过血腥磨砾 手上都沾满了鲜血 越是漂亮的女人在巡查寺身居高位 越是厉害 话说到这儿 卓倩停顿了一下 悠悠叹息一声 我不希望他和巡查寺的女人有什么纠葛 那种人来历和经历都非常复杂 都比较容易走齐端 接触久了 秦烈可能会被影响 对他没什么好处 他这么一说呀 众人也都沉默 认真思考他话中意味 玄冥兽缓缓停下 一身黑色贴身静装 神色清冷的谢静玄 他没有从玄冥兽身上下来 也没回头 而是背对着秦烈冷声说 你下来 秦烈飞身跃下 谢静玄皱着眉 居高临下看着他 眼神冷漠 是魂兽是死是活 秦烈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以一缕精神意识 端详阵魂珠内部的天地 在珠子里边的世界中 他隐隐能够感受到 是魂兽存在的气息 然而宁神去找 又没办法把他搜出来 又不知道他具体存在在什么位置 他可以确定 震魂珠将是魂兽的灵魂给摄取了 将其封印在珠子内部 让他没办法出来作恶 但是震魂珠为何这么做 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和妙用 他可弄不明白 沉吟了一会儿 他开始解释 呃 他被雷霆霹雳给轰灭了 当时我的雷霆闪电之力 渗入你的身体 把他从你的脑海当中 给逼了出来 就在他脱离你眼睛的那一刹呀 我凝聚所有雷霆之力轰过去 把他瞬间轰杀了 没一丁点灵魂气息逃走 关于震魂珠的秘密 秦烈的爷爷严厉叮嘱过 万万不可泄露 所以他必须得隐瞒 如若不然怎么解释 呃 试魂兽没死 那哪去了 哪去 就在我没心这珠子里呢 那必然得把震魂珠带出来呀 谢静玄眉头一挑 真是这样 秦烈一脸坦然 啊 就是这样 谢静玄沉默 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又说 在我的感觉中 试魂兽不是被雷电之力 从我的脑海当中 逼离出去的 而是被一股诡异的 犀利吸出去的 我当时虽然神志不清 但我至少知道 犀利来自于你 或者来自于你身上 某样东西 我没说错吧 他神色突然冷立 一股沉门压抑的能量波动 如牢笼似枷锁 骤然就笼罩在秦烈身上 这股能量肉眼难见 却让秦烈身躯 突然变得沉重万分 如背负着一座山川 连洞都没法动他呢 谢静玄眼神冰冷 绝美的脸上满是绿色 那柄锋利可怕的勾连刀 在他手中浮现 这一刻 他气势惊人至极 给秦烈巨大的震慑 你说错了 秦烈额头脖颈上 渗出汗珠 背脊微颤 可他神情坚毅 那只是你自己 单方面的错觉 一朵朵淡紫色花朵 由纯净精炼能量 凝结而成 忽然间在秦烈身躯上生成 猛一看呢 秦烈的身上 如盛开出妖艺的紫色鲜花 这让他这时候的状态 显得非常奇鬼 朵朵紫色妖花 那是一种可怕的枷锁 禁锢了秦烈的身体 封锁着他的血肉之力 让他活动艰难 谢静玄冷着脸 我不认为那是错觉 而且我感受到 你曾窥视我的记忆 曾走进我记忆深层 秦烈咬着牙 那是试魂术灵魂牵引 造成的呀 他神色狼狈 膝盖微微弯曲 似要承受不住 紫色腰花盛开后 竟然逐渐的收紧 勒得他呼吸困难 感觉都要窒息了 这么说 你真进入了我记忆深层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谢静玄的眼神 越发的冰冷森寒 我看到了一个 无助的小女孩 看到她被父亲 强行留在幽冥战场 故身一人 和幽冥界的灵兽作战 秦烈的脸色正拧 然而回想起 当时所见场景 语气竟然 奇异的平静下来 她轻声又说 我能感受到 她当时的恐惧 感受到她被父亲 舍弃后的惊慌无助 能体会到 她当时的悲伤 说这番话的时候 她脑海中又定格了 小女孩低气的画面 没来由的心中酸楚 连身上沉重的压力 都暂时忘记 谢静玄沉默了 她眼中的冷力渐渐消失 转而流露出一种 很复杂的神色 她皱着眉 看向秦烈 她看到秦烈的脸庞 被那收紧的紫色腰花 而勒得正宁可怕 看到秦烈的语气 却很平静 而且眼睛还显出 感同身受的酸楚意味 她心中某块柔软之地 似乎被忽然拨动了一下 于是她慌忙闭上了眼 施加在秦烈身上的压力 瞬间消退的干干净净 那朵紫色腰花 也诡异的消失 秦烈如同立刻卸下了重担 浑身是汗的狼狈贪软 你竟没有被我的力量压垮 刚刚居然还能始终站着 看来你身上藏着不少秘密 你身体的强动 要比我所见的大多数 开元镜舞者都要出众 你修炼的灵觉 在催炼身体方面 必有独到之处 谢静玄重新睁开眼 神情依然冷漠 不过却没了利索 不管你瞒着我做过什么 但你最好 真的将那头使魂兽杀了 如果那头使魂兽的灵魂 再次出来作恶 那我不会再问你任何事 会直接杀了你 以绝后患 说吧 他骑着玄冥兽离开 背对着秦烈的时候 又说了一句话 你这次的任务结束了 我会通知星云阁那边 他们会给你增加 一万贡献点 秦烈眼睛就是一亮 一万贡献点 班红和森罗殿的仲像 把肉杀般的庞大 试魂兽尸体啊 给分解了 将骨骼 经脉 眼珠子 牙都给整理出来 就是没找到魂精 这觉着也是很遗憾啊 梁先生 为什么没有一枚魂精存在啊 这玩意非常罕见 只有试魂兽这样的灵魂类异兽 才能凝结出来 没了魂精 这试魂兽的价值可大打折扣啊 梁中在血淋淋的试魂兽本体旁边 一脸的无奈啊 试魂兽如果是被巴吉利火镇炼死 灵魂中的记忆和杂念被炼化 就能形成纯净的魂精 谁都知道魂精能提升灵魂力量 也知道魂精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止击杀试魂兽的时候 也是以巴吉利火镇来应对 可惜事与愿违啊 这头试魂兽是被雷霆霹雳哄 雷霆霹雳为一切邪恶怨灵的克星 被雷霆霹雳灭杀的灵魂 瞬间就魂飞一破散了 根本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自然也就难以形成魂精了 说着话 他看向高宇先前离开的方向 那小子当时退走 我也很奇怪 不过现在想通了 那家伙 他是知道秦烈身上将要发生什么 生怕霹雳将陌身残影灭杀 所以才不顾我们的喊叫提前离开 没练出魂精了实在太可惜了 班红是心疼不已 脑海只有魂精 听不尽梁种别的话了 谢静玄骑着玄冥兽走了过来 他恢复了一贯的冷漠 能密杀试魂兽已是万幸 不能得到魂精 只能说我们运气不佳 试魂兽已亡 我们这趟任务也完成了 没有继续留下的必要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 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出去 离开这个山谷 梁中明白他的意思 点了点头 扬声朝着图泽 熊巴纳诺等人说 我们会在前面开路 你们跟着就是 会护送你们平安 出了这个灵兽围困的山谷 纳诺熊巴 图泽等人齐声应喝 谢静玄望向图泽说 谷内寒泉眼下边 有个玄寒玉的矿卖 矿卖通往地底 应该有不少玄寒玉存在 那个矿卖由我们发现 现在归你们星云阁开菜 功劳也算在秦烈的头上 你告诉你哥哥一声 总共为他添加 一万星云阁的贡献点 图泽酌倩康志众人 还有赤宴会的雄霸水月宗 纳诺一行人 齐声惊呼 眼露诧异 一万贡献点啊 一趟任务得了一万贡献点 这一万贡献点 在星云阁都是比不小的财富 这么多贡献点 足够勤励 尽情使用星云阁各种修炼师 可以介约各种藏经楼的高阶的书籍 甚至兑换几样灵结不错的灵气啊 前年在积寒山脉 他借助于魔狼王的力量 让穗兵府长老颜德武重创 让穗兵府损失惨重 又加深更早的时候啊 解救图泽等人 帮他们杀死数名穗兵府武者 就这几年贡献点加在一块 那龙共也不过是三千呢 刘延当时以两千贡献点 就能换取一件反击无品的灵气 六棱盾牌 那两千贡献点啊 还是他几年的积蓄啊 就算星云阁的堂主和长老 想获得一万贡献点 那也大为不宜 那至少得个一两年吧 而秦烈呢 一趟任务 那来回最多也就一个月 竟然直接斩获一万贡献点 这让众人情何以堪啊 有谢敬璇梁中开路 那些围绕在山谷外部的灵兽群呢 根本就不足为惧 勾连刀清月飞旋舞洞间 碎肉夹杂着血雨剑舍 一头头灵兽接连被杀 秦烈徒泽和水月宗吃宴会的人紧随其后 很轻松的就突围出去 到了外边的石林 那些灵兽群 都是因为巴基里火镇内部的天地灵气浓郁 才主动靠拢过来修炼 带到巴基里火镇爆碎 聚灵牌也一一毁灭 谷内灵气恢复到正常水平 灵兽们也就不再逗留石林深处了 他们又纷纷散一开来 游荡在石林各个角落 准备流窜到外边继续作恶 到了石林边缘呢 秦烈瞧见了邢堂长老叶杨秋 他带着一众邢堂舞者 还有脸色苍白的高宇现身 赤炎会水月宗的两位长老也闻讯赶来 准备进入石林猎杀灵兽 叶阳秋赤炎会和水月宗的长老 见到谢静玄骑着玄冥兽出来 都是微微躬身行礼 谢静玄一身白衣神色清冷 你们来迟了一步 没能帮上我 好在弑魂兽已被杀 所以你们只需将剩下的灵兽 清理干净就成了 好对了 碎兵府的人如果问起来 就说炎子谦一行人 都命丧世魂兽之口了 说吧 他驱使玄冥兽 越过三位长老率先出了石林 纳诺雄霸图责众人神情怪异 不过没人多说什么 这时候班红和几名森罗殿战将 骑着独角马紧紧的跟随 也一并离开了 梁忠单独留了下来 对众人说 我们要前往极寒山脉 不会在石林多耽误 反正世魂兽也死了 剩下的事对你们来说 并不算困难 叶阳秋一点头 我们正是为了格杀聚集 在石林内的灵兽而来 这段时间 叶阳秋和赤燕会的葛红 水月宗的罗威 一同游荡在冰岩城 赤燕城 水月宗周边 负责猎杀达到二阶的灵兽 最近这半个月 他们发现在没二阶灵兽活动了 就在他们疑惑之时 各自收到消息 上边告诉他们在三个城池中央的石林内 聚集着众多灵兽 让他们带人进入石林 去协助森罗殿的战将处理 但他们来迟了一步 梁中骑着玄冥兽 稍稍和众人拉开一段距离 到了一个石峰后边 秦烈 高宇 你俩过了一下 秦烈和高宇来到了石峰后边 梁中皱着眉就问 高宇 你没事吧 先前高宇孤身一人离开山谷 不顾灵兽群 环视突围出去 众人都担心他可能会被灵兽撕碎 没料到他还活得好好的 高宇脸色惨白 我没事 他没说明他是怎么冲出灵兽群的 而是看向秦烈 他想了一下说 你当时引动的天雷闪电 对我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我必须得离开 要不然 我和我界内的那个残影 都可能魂飞魄散 秦烈点了点头 我明白 你不用解释 叫你俩过来 是想给你们两个点东西 我先前答应过你们的 梁中微微一笑 高宇这小子换出魔神残影 也算是帮我们 延缓视魂兽凶魂的攻击 只是退得太快了 不然我们没那么麻烦 他又看向秦烈 眼神奇异 我虽然不知在山谷中发生什么 但我知道你小子定然帮了小姐大忙 要不然小姐不会让星云阁给你增加一万贡献点 高宇目露惊叉看着秦烈 一万贡献点 秦烈笑了笑 高宇啊 短时间咱不用为贡献点发愁了 一万贡献点可以让咱们在阁内啊 尽情的方子 高宇脸色一冷 我这趟贡献点最少也有两千 以后使用格斗式的贡献点 必须由我来叫 随便你 秦烈无所谓的叫了笑 这两件兽皮甲衣给你们 梁中手上空间戒闪亮一下 两件三罗殿战将标配的甲衣显露出来 三罗殿的兽皮甲衣 用的是三阶和四阶领手的兽皮 这两件兽皮都来自于三阶领手铁翼金角膝 金角膝皮质尖厚 不但能抵挡很多力气攻击 还能防御一部分灵力的渗透 梁中想了想又说 忘了告诉你们了 战甲衣班都很沉重 这两件假衣万象镜武者穿着可能稍显轻了点 可对你们来说可能会勉强 不过不要紧 你们如果现在穿着重 可以等境界再高一点 然后梁中的话忽然顿住了 吃惊的看着他们俩 高宇和秦烈他们俩接过兽皮甲衣 还在他说话的时候 两人迫不及待的已经把甲衣套上了 这时候两个人开始在林间自己游动起来了 高宇活动起来动作稍显凝滞 秦烈则是不受任何影响 挺精秀啊 没你说那么夸张 不错 挺舒服 秦烈辗转腾挪一番 停下来品头论足表情轻松 有点重 但也能接受 穿着应该没什么问题 高宇显得也挺轻松 梁中先是恶然 然后苦笑一声 忘了你们两个家伙一余常人了 看来是我低估了你们的实力 也好 能够穿上就好 本来啊 还想着以离火 练死士魂兽 得到魂精后 分你们俩一块 没料到是魂兽被雷霆哄上 魂精也就没有形成 梁中遗憾的叹了口气 魂精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是能够温养灵魂 提升魂力的宝贝 可是非常稀少罕见啊 可惜了 魂精 秦烈啊 十分疑惑 魂精和灵石一样 内部存在能量 不过灵石内部是灵力 魂精则是灵魂之力 魂精极其珍贵 只有一些灵魂类的异兽和凶物 被炙烈火焰焚烧炼化 才能形成纯净的魂精 这东西在任何地方都是高价之物 可遇而不可求啊 两种也是满脸的可求 魂精这东西 对越是高阶的舞者吸引力越大 汲取魂精内的魂力 高阶舞者可以直接增强灵魂力量 也就是精神意识 精神力的提升意味着灵魂的壮大 这在以后的修炼中 能全面提升舞者的实力 从通幽静起 舞者就要修炼灵魂之力 以后每一次静起的提升 灵魂的升华都是关键 一般来说 灵魂强大的舞者 将来的提升空间都会很大 因为通幽之后 灵魂的成长是衡量舞者强弱关键的因素 灵魂精神意识 勤烈喃喃低语 低头响了一会儿 脸上忽然露出一个奇异的笑容 秦烈 你让李济商铺的礼目啊 多弄些聚灵牌 记得给我盯紧点 我们从极寒山脉回来之后 还会去一趟李济商铺 梁中笑起来啊 露出一丝谄媚味道 我没购买聚灵牌 在巴基里火镇全都毁了 还想等到森罗殿之后啊 以聚灵牌重新构建一个修炼室 所以 你放心 我肯定给你们盯着 秦烈一拍胸脯 行 那就这样 我先走一步 拍了拍秦烈肩膀 梁中笑眯眯的说 你小子可要从李牧身上 多学点东西 那家伙 可不简单呢 说吧 梁中啊 上了玄冥兽 出了这片石林 这时候高宇问 我要留在石林和行堂一起格杀剩益的灵兽 你呢 我可能得先回冰岩城了 我刚刚突破开园境 需要回阁内啊 稳固境界 暂时不必猎杀灵兽增加经验 高宇一浪 玄机点点头 恭喜你 我也快了 我能感觉到 说不定等我回城的时候 我也到开园境了 两人玄机分开 秦烈回来之后 询问图泽等人 图大哥 你们是继续留在这儿 还是回星云阁呀 图泽雅然 我们协助叶长老猎杀灵兽 怎么 你要回去啊 我这不刚刚突破 需要稳固境界 而且掌握的贡献点也不少了 所以 哎呀 你真是命好 那女的明摆着 看上你了 连玄寒玉的矿脉 都算你头上啊 想不发达都不行 这一万贡献点来的 多容易啊 康志摸着她的肥脸 像个女人般自怨自怜起来 可惜我白长了一张军脸的 却没有明珠董的欣赏 奈何 奈何呀 滚一边去 卓倩看不下去了 踹了这小胖子一脚 吓得他狼狈躲开 韩风几妹弄眼的说 秦烈 你和那三罗店的女人 是不是有点什么呀 那女的可真漂亮啊 你要能搞定她 将来肯定稳进三罗店呢 捏死开 卓倩瞪了她一眼 然后招着梅 秦烈 姐姐劝你一句 谢静玄这种女人 别招惹 从巡查司走出来的女人 没一个是简单人物 那班红应该是个护法 她都称呼谢静玄为大人 那女人至少是统领 深吸了口气 着浅说 巡查司的统领 每一个手上都沾满鲜血 不知道杀了多少异类和灵兽 这种人物往往都不太正常 你最好小心一点 不要过多接触 免得惹来没必要的麻烦 秦烈脸色沉重的点了点头 我记下了 钱姐 对谢静玄呢 她也本打算静而远之的 因为先前被审问的时候 她知道谢静玄真正动了杀心 差点没要了她的命啊 虽然不知道那女人 为什么忽然放手 可她不想经历第二次 所以她下定决心 以后啊 还是避免和这个女人接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